軍機升空 執行原造雨任務 台灣漢象難解 11年來最嚴重 軍方出動 希望能稍稍緩解水荒 既水庫集水區自動雨量站 觀測結果 近三期地區水庫集水區 總累積雨量較為明顯 也有5到7毫米 為了收緩漢象 控制機集配合人工造雨 估計5天下來使用了28噸清水 接近高山地區的集水區 累積雨量比較明顯 至於平地水庫集水區 降雨成效有限 持續關注水情變化 是經濟部水利署 空中人工增育作業啟動後 立即依令執行增育作業 什麽水庫水位跌破230米 上游的阿姆平地區地面軍列 露出了常年沉在水底 小小的土地公廟 要看鏡頭 全台鬧水荒 就在日月潭的酒蛙疊相 也因為沒水喝浮出水面 難得露臉見客 和以往前幾年來過 水位好像差很多 經濟部和國防部聯手 實施人造雨 現在只能期盼老天賞臉錢 民眾能盡量節約用水 早日解決乾旱危機 記者張宛珠李政華台北報導